你不想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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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 刘处长 我们现在马上增派人手 输导人群 能不能让我们的活动继续啊 出了事你能负责吗 所以我现在只给你三十分钟啊 到时候我就清场感人 刘处长 拜托了 真的 为了这次活动 我们筹备了半个多月 拜托了 你还有二十九分钟 刘处长 我来晚了 你好 你好 你先麻烦了 没事 没事 这里是L&D的 意卖活动场地吧 他们向我们分局啊 报备过了 照顾 我一接着通知 就赶过来了 你来得正好啊 我正在发愁怎么 控制场面呢 是啊 人还不少啊 你好 我想问一下 你好 我们公司向你们报备了 是你们的总裁 方静 我们林总回来了 我们林总回来了 林总工作一天 辛苦了 累了吧 好好吃个饭 生了一天的气 是吧 心情不太好 需要喝点酒 你都知道了 张晓鱼用了我们的方案 在同一所学校里边跟我抢人 不是 你俩有没有好好谈过 我跟一个叛徒有什么好谈的 雅东 你知不知道人家爸爸破产了 家里面欠了很重的债 他为什么不告诉我呢 如果是因为这样的原因 他为什么不告诉我 外人吗 如果他告诉我了 不管是在钱上面 还是在职业规划上面 我都能给他很好的帮助 是 但是他毕竟小你那么多岁 对吧 而且刚刚迈入社会 我有些事情处理得很幼稚 也很正常 他幼稚我不觉得 我觉得我幼稚 我花了一年的时间 我尽心尽力地帮他 我跟他分享 我在工作当中这十几年 所有的经验 我把他们接班人一样地培养 他呢 他 他认为我是一个没有底线 不择手段陷害同事 往上爬的小人 他是这么看我的 我这是拿真心换狼心狗肺 不是这么说的 你要知道他也没有那么想 你要干吗 你是他男朋友还是我男朋友 这是两回事 这是两回事 怎么这是两回事 对一回事 不是 好 对不起 我错了 我错了 这个话题到此结束 好不好 来 我们吃饭吃饭 我给你炸点血液 来 炸一口 够好吃的 幸亏方总想到了去公安局报备 谢谢 不是我想到了 是我比你多一个心眼 今天SW出我去干涉 你以为是偶然吗 是由热心同学去报的案 你们会觉得是SW在倒鬼吧 会不会太小孩科了 我不敢肯定 可是我一直抱着这种警惕 所以才能及时解决问题 谢谢你 方总 方总 张总 出事了 方总 张总 你们看好 一开始就是这两个学生 我们选中的 拒绝跟我们签合同 说是要再考虑一下 为什么他们没有讲 后来陆陆续续的 更多同学都拒绝跟我们签了 我真的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你们计划签约的有多少 十二个 现在只有三个答应了我们 那个 超级会卖口红的女孩呢 她答应我们了 她电话 明天温哲让你们过去 你知道什么事吗 你知道 她今天下午把我叫过去 让我做明天的讲解人 她说她有一个计划 说呀 等着我求你呢 她准备在西美中心三路影城外面 开辟一个美容美发沙龙 纯体验似的 听懂了吗 新的导流口 几家入住啊 问题就在这儿 因为是试点 所以只允许一家品牌入住 明天让你们过去 就是让你们竞标 搞清楚了 是领域干的 你坐下说 只要是我们提出 我提出意向的同学 SW就加价百分之二十去了 他们怎么知道哪些人 拿到我们的意向呢 这个就是SW最厉害的地方 每个学校的工作群还有论坛 他们都嫁了人 掌控了所有的情报 然后等活动一结束 就来这么一处 不过也是 确实是林锐做事的风格 我们等于帮她选了人 白忙一场 这次 是我孤立不周 对不起 不是还有三个人留下来了吗 对了 那个口红卖的最好的女孩 为什么要留下来 她说做一卖 不仅选择的是薪水 还有理念 这三个人不用见习 直接前进来 好 小鱼 不用这么垂头脏气 这一局 连开胃菜都算不上 接下来我们有的是机会赢她 西梅中心呢 是我们人泰集团目前旗下 最大的一家购物中心 它也是我们人泰集团 最新设计理念的体现 现在各位看到的 就是化妆品专区 各位老总的品牌 在这个区域都可以找到 相应的位置 不好意思 我有个问题 SW现在对自己的位置很满意 可是 在服从整体装修风格的前提下 我们花重金聘锦的 意大利设计师设计的专柜 是否还会面临老人胎的考核 林总是吧 您的担心我非常地理解 确实我们半年一考核 然后各位的专柜 会不定时地调换 会给各位老总带来一些不便 但是嘛 考核是必要的 各位老总的需求 我们也需要去理解 所以西梅中心会推出一个 全新的方案 今天请各位到这里来 也就是向大家介绍这个方案 我再补充一点啊 对各位老总 这个沙龙是个导流入口 但对于西梅中心呢 它却是为消费者提供一个 服务的优质平台 装修的设置都是一次性投入 不会出现任何的变动 也就是说 成功入选的品牌 除非年度销售额跌出前三 它将会是永久入住 请问 竞选方式是什么 在座的各位 都是人态 也是中国市场排名前十的大品牌 这方面呢 无需甄别 所以我只考核一样 你们要如何坚持这个沙龙 L&D这边这个方案 应该是张晓宇来出的 他今天怎么没有来 有事吧 那我们这边您看谁负责 Justin 我已经通知他了 你 就算我把你删了 我脑子里也忘不掉啊 那我到底该怎么办呢 JK 我知道 你一定马上就要启动这个计划了 那我到底该怎么做 张总 策划部遇到点问题 是关于SW集组数据的 想请你过去看一下 走 我给你去看一眼 你有没有把消息提前泄露给张晓宇 你呢 你有提前告诉林锐吗 你是人态的首席啊 那就是有了 好啊 这下就平衡了 你个不要脸的东西啊 什么叫平衡了啊 你对其他几家公司你平衡吗 你对你自己的职业操守你平衡吗 这个项目呢 我给所有公司一周的时间准备 一早一天知道 也没有什么实质的价值 没有实际价值 你还是跟张晓宇说了啊 那是因为我让你提前准备的时候 我就知道你一定会告诉林锐 我猜对了吧 现在敢看着我的眼睛说你对张晓宇没有私心吗 有啊 就跟你对林锐一样 但是呢我和你不同 我公司分明 你这个叫公司分明啊 是啊 我是希望张晓宇能够赢 但是我并没有提前两天 那三天或者一周告诉她 换成你是我 你做得到吗 我呢是一个即将离任的首席 把场地给张晓宇那又如何 但是我还记得自己是个总裁 所以无论我多么希望张晓宇能够赢 我还是会从最好的案子里面做出选择 这就是我的职业超所 而这一年呢 我让人态的扩张和增长 达到了你们家历史的新高 这个也是我的职业超所 你这又是在给我上课啊 是啊 我是在给你上课 我当时安排你当讲解人的时候 就一直在等待今天的对话 爱情和操作 感性和理性 无论以后你要干什么 总是会有必须面对选择的时候 你是不是经常觉得自己是个完人 这一刻呢 我要教你的并不是选择 而是懂得面对 而且你一旦下定了决心 就必须要动用所有的资源 去达到你的目的 进攻迂回直接或间接都可以 至于该怎么选择 我有我的观点 而你的观点你自己做主 接下来你就去物流中心的四号仓库工作 你什么意思啊 你这个时候发配我 这一次你主动回来任太 说愿意当我的助理 听从我的安排 如果没听错的话 你那个时候是这么说的吧 所以这不是一次惩罚 算是吧 行 你就回答我一个问题 西梅中心他们的评选会 我能不能参加 不能 你看你看我就知道你要支开我 我刚才怎么说的 自己的选择自己做主 但现在呢老实说 我对你的选择不放心 我比较放心我自己的 放心 我还不放心 你放心 可以 小窗户是我给你的第二堂课 方总 方总 小鱼呢 他去策划部了很快就回来 那我在这儿等他一下 好的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重做 这个系统很复杂嘛 你做成这个鬼样子 你是要打我的脸 还是要打林总的脸 谁要打我的脸 林总 林总 还不赶紧回去做 心肺中心的PPT怎么样了 李宗盛在做呀 不是说我明天给您出稿吗 李宗盛在做 我以为是你在做 是这样的 林总 我给李宗盛做了一个很 完美的框架 您放心 李宗盛也是我们华东区 市场部的头把 在我的评判系统里边 你是SW中国区 做PPT的头把 林总 你看看啊 其实我也想做 但是你看我现在这 一大堆的事 不要扭来扭去的 好好照顾 尽量把时间倾斜到 心肺中心 可是 我会派人协助你没有 可是 是 嗨 degree 找着啊 技术总监 牛叉吗 公司够大吧 就别挑了吧 你还看得起我 那你为什么不去人台呢 分清点好 歌是有原则的 从来不会给朋友打工 而且我这公司也挺好的 待遇也不错 我都挺满意的 管得也松 有时间还可以做一个兼职 则儿把温哲的钱给还了 哪像你们公司还得打卡 那就不创业了呗 想明白了 我就不是创业的人 我还是好好做我的程序员吧 靠技术钻材 这是受了多大打击 不是 你要有什么点子的话 你说出来 我帮你运作一下 这个世界从来都不缺点子 我也没有被打击 只是现在越来越看得清自己了 缺的不是点子 也不是投资 可能性格有缺陷 情商太低吧 其实这件事吧 就除了你自己 好吧好吧 既然是你自己选的 我也放心了 将来呢 你要再有想法想要创业什么的 咱金蛋组合再重出角落 成 今天过来给你告个别 我要去郊区守仓库了 我看到孩子有这样的成长 感到非常地欣慰 你赶紧走吧 我有一技之深 恶不死 最后一件事嘛 张晓鱼是个好姑娘 这个年代好姑娘不好找 既然找到了就要珍惜 你怎么那么啰嗦呢 跟我妈似的 赶紧走 我来喝酒啊 电商部刚整合几个大区 需要市场部协助的事情很多 你多少年薪在一枚的项目上面 好 让林萧萧也加入吧 是有什么问题吗 温泽有问题 迦斯汀也不能劝情投入 那这个项目岂不是很悬了 再悬也要想办法拿下 就算这个窗口 是温泽留给张晓鱼的 嗯 林总 电话 电话 你好 林总 谁 放进 可以吧 这个模板的翻页动画 是我新写的程序 以口红来完成山沫微云的一景 我自己都觉得超帅 整个风格浑然一提 淡雅中透出经验 经验中透出诱惑 诱惑中又包含深情 我喜欢 别说你喜欢 我就问谁不喜欢 你那个娘娘强能写得出这个程序 写不出 但你不许这么说老贾 她是我铁闺蜜来着 也是 我跟她比什么劲啊 这可是为你们L&D专门设计的 瞧着标志的运用 这哪儿是批评设计啊 这就是件艺术品 我 艺术家 小鬼 有无效啊 别这么便宜啊 我说了不要你了 那我 是不是可以回北京了 你上次答应我的那个难题 你还没帮我解决呢 还要再说了 这是批评计 也没那么好吧 刚刚那个视频连接 你把那动画做得跟大片一样 不不不 还不是大片 是灾难大片 不是 你这什么比喻 你知道我做这个特效 花了多长时间吗 我知道 你听我说 冲击力 视觉 都是很好的 但是不能过度 不能喧病多主 还有我随时会加一些文案 你得帮我调整 可能一次还不行吧 还有一些关键字什么的 你还得帮我做特效 还有就是 一些标题 我也觉得能更精准一些 还有我觉得吧这些 小雨啊 干吗 你是不是 不舍得我走呀 你 你臭没什么呀你 姐伤心了 早就不把你当男人了 不把我当男的 这也太伤自尊了吧 嗯 林总 你今天找我 不会只是为了喝酒吧 你说呢 你有话就直说吧 我在耐心地等着 你说 好 你是我的老师 你让我说 那我就直说 交锋第一站 抢管陪生 我输了 但是我记得你教过我的 一定要对得起 自己的职业梦想 所以心没忠心的案子 我不会再输 口才和眼镜越来越好了 我要谈案子 我会找方静 还轮不上你 我找你是给你个机会 听你解释 听不懂你说什么 而且我也没什么好解释的 我欠你的 在我拒绝孟凡提出副总裁的时候 在我辞去SW的时候 就都还清了 还清了 什么意思 请你直说 你是我的恩师 我尊敬你 而且永远不会背叛你 恩师 不会背叛 你擅自把方案汇报给Daniel 让阿兰对我起疑心的时候 我相信了你 原谅了你 你为了高薪 提出辞职 离开SW 在最关键的时候 让总部质疑我的管理能力 我努力理解你 原谅了你 但是 一边当着白莲花 一边当叛徒 我原谅不了 也忍不了 叛徒 你凭什么这么说我 如果你要这么羞辱我的话 那我也忍不了 今天下午方静约了丁丁谈合作 不 我从来没把这个案子告诉过任何人 而且为了这个 快变得发疯了 我告诉你的只是方案的一部分 丁丁从我这里拿到的 才是全部的方案 只有我一个人知道的全部方案 张晓云 谁教你的 剽窃可以赢 反正这个案子不可能从我这流出去 还是你自己告诉我别人 跟我玩 最后 跟你上一课 栽培一个人很难 毁一个人 最容易 喂 林总 你在哪儿 我在家呢 心没中心的项目 你不知道只有几天了吗 对不起啊 老板 我在家看孩子呢 那贾希丁他们都在加班 我跟他们说好了 明天上班您就要看初稿 好 这都什么东西啊 全都是高热量 会不会伺候人啊 是不是 想谁 想谁来伺候你呀 两个大美女还不够 张晓云又知道我喜欢什么 讨厌什么 林总 张晓云 你跟张晓云是好朋友吧 是吧 是还是不是 是 他的套路你都了解吧 当然了 我帮他改过好几次策划案了 搞得定吗 十 十拿 九稳 记住你说的话 记得加班 我陪你们 坐到哪儿了 小鱼怎么了 急匆匆的 方总 你在和丁丁APP合作 只是打了个电话过去 想合作来着 你怎么知道 那个 我和丁丁认识 方总 我就是想问 你怎么突然想到和她合作的 上次网络打假的时候 SW不是搞了一个美妆平台的名单吗 我受了一点启发 就想尝试一下美妆社交平台的拓展 丁丁是第一家 那其他的呢 我会慢慢接触 到不及 怎么 丁丁跟你说什么了吗 你既然认识丁 那你就负责这个案子的策划跟推进吧 我 这个案子 我不能接 为什么 是吗 因为我最近在忙西梅的案子啊 忙完以后还有好多中端销售要做 我觉得这个案子还是交给电商部吧 他们比较专业 再说吧 反正不急 那我就去忙案子了 那就不打扰了方总 小玉 你这么急匆匆地赶过来 就是为了问这个啊 到底怎么回事 可能有点误会 其实也没什么 方总先去忙了 是吗 是我 西梅中兴的方案 拿到了吗 被告 走 喂 丫头 起来了 伺候晚上就小玩意儿 我马上就上班 昨天又弄到三点多钟 反正总算弄明白了 特别有成就干嘛 一个小仓库而已 不至于啊 小事儿 你怎么样啊 后天就录演了 准备好了吗 如果公平比的话 我有七成的把握 你放心啊 温哲呢不敢乱来 我打电话就是想跟你说 这事儿 前天晚上啊 正好时差合适 我就把陆远的事 汇报给老金了 你爸 他不会干涉温哲的事的 他当然不会干涉温哲的 我只是要他知道 还有人盯着他们 温哲想要付出风头戒 而且将来会对人 他有一个大合作 所以无论是从生育上来说 还是从实际利益上来说 他都不敢乱来的 你放心好了 这么老毛深算呢 雅总 明天要给我赢下来啊 谢谢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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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 对不起阿姨 刚才我们有点意外 请进 我要问你个问题 你得如实回答 您说 你跟我家小贝 是认真的还是玩玩 认真的 那就是奔着结婚去的喽 所以啊 你就得听我把话说完了 我明白 像你这样 是叫三高女人是吧 能够找到 像我们小贝这样的条件 我们这样的家庭 肯定是想着要尽快结婚的 你 三十四了对吧 女孩子们如果不抓紧 接下来生孩子都会有影响的 所以呢 我今天必须要过来跟你把这个事情说清楚 你和小贝结婚 我和他爸爸是绝对不会同意的 当然 我们也不可能让你吃亏 对吧 那怎么个不吃亏法呢 我看电视里都是这么演的 您给我一笔钱 然后我跟小贝分开 那我就挺好奇的 您的开价是多少呢 我知道你不缺钱 我要送你的礼物 西梅中心 阿姨真是大手笔啊 您要送我一个商场 商场的位置 但是 你现在刚刚当上SW公司中国区的总裁 这个单对于你来说很重要 我这么说没错吧 您的意思是说 我同意跟小贝分开 您就西梅中心商场的位置我给你 那些什么路演啊 方案PK啊 通通不要 阿姨真是一个 让人非常羡慕的 幸运的女人 可以活得这么的 单纯 帅性 但是对我而言呢 不管我是跟小贝在一起还是分开 我的工作和感情 不要搅在一起 所以抱歉 您的礼物 我不能要 不同意 不同意 林芮啊 那就别怪阿姨话说得直接啊 你照照镜子 你看看 现在 你就已经很明显是小贝的姐姐了 那再过二十年呢 你想象一下 就算我说得夸张一点吧 你会看上去像她妈妈的 那个时候你五十多岁 她四十多岁 对于男人来说那是花一样的年龄 你能确定她那个时候还爱你 我完全不确定 我现在能确定的就是 我对小贝是认真的 我们俩彼此是相爱的 至于其他的 我们这段感情到底能走到哪一步 我也正在考虑中 我儿子很优秀很帅 你爱她那是肯定的 但你这话的意思 你没打算结婚 目前没这个打算 那就是不婚主意了 行 无所谓的 只要你们不结婚 你爱怎么玩怎么玩 你们爱怎么弄怎么弄 反正我们是儿子不吃亏 他年轻 厚得起 阿姨您息怒 可能是我刚才的话让您误会了 其实我是想说这段时间 对我的职业生来来讲可能非常的关键 您也说了 您知道我刚刚当上了SW中国区的总裁 但是前面有一个带子 所以目前我所有的经历都在我的工作上面 您刚才说了两次 您今天是来谢谢我的 那我只有一个要求 您能不能多给我一点时间 等我忙完这一阵我想清楚 我会上门去拜访您的 行 那我也有个要求 您讲 你刚才说了 公是公私是私对吧 那么 不管你是为了你的公私还是你的个人 都不可以打着小辈的名义 动用人泰集团的名头 更不能动用人泰集团的钱 我保证 还有 今天的事情 小辈 绝对不会知道 你不用送了 你不用送了 各位辛苦了 策划案很精彩 好 我们这次最大的竞争对手 是SW 但恰好呢 我们又对他们非常了解 他们的弱点强项 我们有针对性 小鱼 你的演讲 我第一次是在消防通道外面偷听到的 你记得吗 我记得 当时让你见笑了吧 不 你有天赋 你的亲和有趣 比起林锐的不容置疑 各有鼓动性 要是我说我更喜欢你这种魅力 大牛总裁就是这样被你征服的吧 SW 不可能是林总演讲 当然 换成Justin或者是林萧萧都不行 林萧萧流于浮夸 Justin倒是厉害角色 可是 由于他个人原因 很容易让人出戏 是 老家有的说是挺吃亏的 所以我要是林锐 只能派林萧萧 至少形象还不错 L&D那边肯定是张小鱼 你们俩刚才的演讲 都拼不过他 演讲只是很小的占比 内容我有把握赢他 你了解的张小鱼 分分秒秒都在进步 你说他善于别出心裁 富有煽动性 但是下盘不稳 这个我同意 但是你们不要忘了 还有方静 不要盲目自信 要去抓每一个有可能得分的点 这里除了林总 没人说得过小鱼 林总的身份 你要让他去入演啊 林总 让我去 请您指点我 你们俩困了 把门关一下 好的 谢谢 谢谢 这是 SW的方案 最终确定稿 好 谁给你的 我已经针对他们的策划案 你出了我们的修改意见 你带着他们几个去完成修改 我做了一切 她真是代替你 我还是问你 我们的事 但是就要把我修改变了 我修改变了 她今天应该为你 不变成了 我们修改变成了 你一个人的一家 我修改变了 我相信你会完成得很好